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玄宗天保十四年 安史之乱的陈销打破了大唐盛世的景象 自此 大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安史之乱之初 由于唐玄宗的昏溃领导 加上唐军已经许久未经历战事 在作战过程中 唐军节节败退 而叛军确实势如破竹 仅半年时间就攻下了国都长安 唐玄宗不得已只能仓皇逃亡属地 但就在安史叛军一路所向披靡 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际 一座不起眼的小城挡住了叛军去路 也为大唐恢复元气争取了宝贵的十个月时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 安史之乱是一场臣子的叛乱 但它除了是一场内乱外 更是一场胡汉之战 首先来说说安史两人身份 安禄山的先祖是西域苏特贵族 因公受唐王朝封赏赐姓安 史思明与安禄山则是同乡 如此说来这两人皆是胡人了 换句话说 这场内乱的头领都是胡人 历史学家常将安史之乱的爆发 归结于社会矛盾的激化 显然在众多矛盾中 胡汉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之一 安史之乱与五湖乱华仅仅相隔三四百年 随朝建立后才结束了三百年的动乱和分治 唐朝前期 胡汉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 那时的北方地区生活着大量的突厥 七丹 西 铜锣等胡人 他们与汉人之间相互歧视 且矛盾日益突出 而大唐盛世的景象将这一矛盾掩盖住了 不想 安禄山却将这一矛盾化为己用 早在叛乱之前 他就非常注重团结胡人 同时利用胡汉矛盾扩大自己的势力 为日后的叛乱做准备 最终安禄山造反的十五万大军中 大部分是铜锣 西丹 突厥 诗围等胡人 从某些方面来说 安史之乱是一场胡汉之战 是五胡乱华之后 汉人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而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内斗这么简单 所以这场仗打赢究竟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 也幸亏张寻守住了虽扬城 拖住了安史叛军 为大唐赢得了再生的机会 唐玄宗天保十四年 安禄山在老巢泛扬起兵 打破了一派平和的盛世景象 叛军一路势如破竹 先后击败各路将领 随后无可奈何的唐玄宗派名将戈书汉 率最后的二十万军队驻守同关 以求保全唐朝首都长安的最后屏障 此时最好的策略是拒守 以耗尽叛军的粮草自然可以退敌 但朝中阳国中的宁臣却大肆尽谗言 认为戈书汉在养扣自保 唐玄宗听信谗言 多次派使者催促戈书汉出关迎战 甚至义道上传言的使者可以相互望见 戈书汉左右为难 但圣秘能为只得出战 但戈书汉一出关 就遭到了叛军的伏击 几乎全军覆没 戈书汉也被俘虏 很快失去了最后的屏障 长安被叛军占领 唐玄宗仓皇出逃 随后叛军挥师南下 然而不可一世的叛军 却被一座小城拦住了去路 这座小城就是虽阳 在这里发生了几乎是 整个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 虽阳保卫战 唐宿宗智德二载 安禄山之子安庆旭 派部将尹子齐 率领18万大军进攻虽阳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 虽阳成军民一心 在十个月时间内 以不足一万的兵力 抵抗敌人400余次的进攻 消灭敌军约12万人 斩首敌将300余人 每到战争时 虽阳首将张寻皆是 大呼自裂血流 赤牙皆碎 后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也写道 违章虽阳尺 来一表忠心 十个月后 虽阳成的将士大都身负重伤 夹之陈中无余粮 朝廷也不怕援兵来救 终于 他们再也挡不住敌军的攻势 虽阳成县 首将张寻 南继云 徐元等皆被俘 而敌将尹子齐听说张寻美战大呼使得目资决裂 牙齿皆碎 便用刀撬开了他的嘴 嘴里居然只有三四颗牙齿了 尹子齐大惊 为张寻的气节所动 想要招降他们 但面对敌将尹子齐的劝降 张寻大怒道 我为君赴死 而负贼乃犬治也 安得久 于是英勇就义 不过张寻死守虽阳这十个月间 朝廷也得到了江淮地区财务兵力的接济 逐渐完成了元气恢复 便开始准备反攻 虽阳沉县的前一个月 长安已经被收复了 沉县十天后 唐军又收复了洛阳 自此 叛军再也无力难下 唐朝天下得以保全 后来韩玉在《张忠臣传》后续中感叹 首亦臣汉天下 以千百旧境之足 占百万日资之时 必遮将还 举恶其事 天下之不亡 其谁之功也 张寻此人虽然为大唐的再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他在历史上却十分有争议 只因为一件事情吃人 虽阳被困的十个月里 张寻他们没有收到过粮食的补给 他们之所以撑了这么久 就是因为食人 旧堂书中记载 本周强寇临逼 重为半年 时尽兵穷 既无从出 初围臣之日 臣中数万口 今妇人老幼 相识殆尽 张忠臣杀爱妾 已但君人 在最困难的十个月里 有近三万的老弱妇孺 成为了粮食 而张寻甚至杀了自己的爱妾 为将士们填饱肚子 如此残忍的手段 也成为了他永远洗不白的污点 千年来 关于张寻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有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 有人说他是吃人恶魔 但于张寻而言 如果能有一条好走的道路 他又为何要做这样被万事诟病的选择 他不是没有向外求援过 但他求援的人嫉妒他声名威望高 而不愿对他伸出援手 甚至气得前去求援的南济云 宁愿断职 也不想陶铁盛宴 说到底 唐玄宗和安史叛军 给了张寻一个两难的选择 投降那便可享受好日子 但大唐从此不复存在 甚至再度出现当年五湖润华的灾难 抵抗 沉重无时 只有以人为时 受后事诟病 如果唐玄宗一直秉持着开明的统治 那么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 甚至如果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初期 做出了正确的指挥 大唐江山和子民又何至于走到今天的地步 但好在 即便张寻及将士们十人三万 虽扬成的百姓也对他不离不弃 这才是真正的军民一心 五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不是每个人在后世心目中都有一个明确的好坏之变 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情都有真意 就如同当年白起坑杀照顾二十万降族 后人批判他残忍 却不知长平之战那年大汉 秦军的粮食也不够 秦国自己的士兵也要吃饭 白起此举也算得是不得已而为之 纵然每个人心中的对错标准不一 但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时 应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这件事 然后再下定论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